来看我们屏幕 上午呢我们分析到哪里呢分析到这里登录成功之后 那合并购物车的一个数据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实现这一块功能实现功能 首先我们先来看我们那个具体逻辑需要在哪里去写 首先是不是需要在SSO里面去发消息啊 发消息那么OK第一次发消息 第二呢是不是我们在登录的过程中 是不是要把这个什么TT卡的要传递过来 对不对把他传递过来 那我们呢首先先做这一步吧 先把这个数据先传过去啊传过去 来看一下怎么去传呢 找到我们的U的login是不是在这里啊 他是不是要调用这个service里面那个do login 是不是他 然后呢调用这个什么呢 调用我们这个登录的一个接口啊 登录接口这里面是不是一个U一个P 那是不是还要再来一个参数啊 再来个参数 所以我们就要叫什么叫对特可以吧对特 那OK这个对特 看不了吗 啊OK这个对特呢 是我们是不是需要从空给中 获取到我们的一个值啊 OK让他传递过来就可以了 什么呢 使去叫卡特 卡的什么 卡的卡的 这个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啊扩展SSO接口 接收什么呢 接收一个参数 接收参数 然后呢是登录成功后会发送什么呢 发送发送消息 呃发送消息中的啊内容 哎那么OK 这里呢就是一个对特 也可以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可以呢给他传击过来 这个可以在哪里呢 是不是我们要 从cookie中获取啊 那OK这里面呢我们来写一下他怎么去获取呢 在这个位置 叫什么呢 呃 按特 cookie cookie value 他里面的值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卡特 卡特 靠一下吧 卡的controller里面的这个 k 哪里去了 是不是在这指定什么呢 value等于卡的controller点 他然后呢指定什么呢 require的 等于什么 是不是force啊 然后呢我们获取到一个什么呢 叫卡特 k OK 然后呢我把这个卡的k给传递过去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首先完成了我们在分析这个过程中首先把这个卡的k是不是就传递过来了 哎传递过来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sso系统中来实现什么呢 实现这个发送消息的过程 发送消息来打开我们的sso系统 是不是在这里啊 我们要找到谁是不是找到我们的user control了 在这个user control中我们要找谁呢 找这个login方法 是不是在这里啊 那可以找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是不是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那接下来要干嘛呢是不是要发送什么呢发送消息 呃通知什么呢通知其他系统 呃该用户已经 已经登录 哎那么ok 是不是要发送消息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来发送消息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发送 怎么发送消息 呃我们来看 要发送消息的话 消息最多是不是要发送到交换机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在sso系统里面把我们的 这个robbitmq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依赖和配置都导过来 好来我们导入导入进来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如何要导入我们的一个robbitmq 首先是不是需要导入一个依赖 找到我们这个依赖在哪里呢 在哪里有这个依赖 前台系统是不是有这个依赖 我们可以call一下 call到下面是不是在这里啊 robbitmq robbitmq把它关掉 然后呢我们把它加到这个下面 把mq加过来 然后呢是不是需要在把我们这个applicationcontact的robbitmq配置文件 call过去 call到sso系统中 call到这个里面 call过来 这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内容 首先呢定义一个连接工厂 在连接工厂是不是需要一些参数 哎这个呢我们从哪里去拿呢 是不是也一样从前台系统把它call过来 所以robbitmq pubbits文件 call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要给它做一个什么呢 把它加入到spray容器中 加入到spray容器中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来看一下 连接工厂这个没问题吧 啊没问题 下面这个admin啊 admin也没问题 那下面有有没有这个对列了 有没有 没有吧 而我们这个地方是要定义一个什么呢 是定义什么 哎没错 是要定义一个交换机 定义一个交换机 怎么去定义这个交换机呢 是个robbit robbit冒号谁 exchange 不是吧 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先考虑我们用什么交换机啊 用哪个类型 哪个类型呢 是不是我们有三种啊 啊我第一种我们是不是用的是什么呢 是广播式的 对吧 订阅模式 第二种呢 是路由模式 第三种是通贝福 那你说应该用哪种呢 哎用最全的是不是就行 用通贝福就行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用什么呢 用这个订阅模式其实就够了 对吧 只要订阅了他的就可以了 那我们 哎就来订阅模式吧 别啥上来都整都是这个通贝福 虽然通贝福包含了所有的功能 对吧 所有的功能 OK 那我们就用呃订阅模式吧 那么订阅模式 那定义什么交换机呢 哎 没错 贝奥 exchange 是不是他呀 是不是我们这里要给他指定一个名字 什么呢 我们可以指定淘淘 杠 什么 sso 干什么呢 loading 是不是他这个是不是对交换机的一个名称啊 对不对 那下面 还要写什么呢 是不是写他这个绑定呀 要不要绑定 这里要不要绑定 先不要绑定 因为他发送其实就并不关心谁还绑定他 他是不是只管发送就可以了 哎那么OK啊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来给他再指定一些参数 比如什么 自动证明 啊 自动证明 可以了啊 那这个呢 是不是就是交换机 哎 那么OK 现在这个配置是不是就OK了 然后呢 我们要发送消息 是不是在controller里面要写一个发送消息啊 怎么发送 要定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要把谁注入进来呢 Private 谁 谁啊 http 可能的 为啥这块要定义hb 可能的 和hb可能有点关系啊 是不是又忘记了 来看一下 我们发消息在哪里发的 是不是在后台这种发的 找什么 找是不是找item 找item service 找谁 是不是robittemplate啊 是不是找这个模板来发送消息啊 OK啊 找模板 是不是robit什么呢 template 然后呢 把它注入进来 然后呢 下面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发送消息 怎么发呢 this 点什么robit robittemplate点什么呢 send send and 应该是conwater吧 conwater and send发送个消息就可以 这里面的话 你看啊 我们发送的话需要掉哪个方法 是不是直接掉入这个发送消息 是不是就可以 那我们这个里面好像配置的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 来看一下 找到我们的sso 这个robitmq 这里面的话 我们定义了一个admin 定义了个他是吧 那是不是没有定义模板吧 这不少一个模板 他给你入入不进来 他对谁啊 robit robit 冒号谁 是不是template 是不是他 定一个模板 给他指定一个什么呢 id 这个叫什么呢 robittemplate template 然后呢 后面要指定什么内容呢 首先是不是要指定一个交换机 是不是就他 然后呢 这里面要指定谁啊 就要指定什么 connect factory 是不是他 然后呢 这里面还要再指定什么呢 还要再指定什么 是不是可以了 拿到一个connect 然后就可以去去发送了 因为我们发送消息 是不是发送到这里了 哎 那么OK 是不是在这里面直接做发送就可以 啊 哪里写错了 pl是吧 ate 啊 这样就对了 好 那发送消息 我们消息内容要发送什么 来看我们的文道 你看这个里面是不是消息内容 他就包含了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userid 一部分是什么呢 呃 ttcard ttcard 那OK 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发送这个消息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消息 当做一个什么来发送呢 是不是当做一个阶层来做发送 可以吧 哎 消息内容是一个阶层串 然后呢 这里面怎么去发送呢 是不是我们要定义一个什么呢 map 是不是定义一个street 定义一个object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message message等于 new一个谁啊 hasimap 这里面是不是有两个参数 对吧 两个参数 一个message.put 谁 是不是叫 userid 然后呢 value value是不是就是我们上面这个userid 我们来找一下 是不是用户在这 user.get id 对吧 userid 然后再一个是怎样 message.put 谁 put谁啊 就在这里 这个tt cut 但是我们这个参数名不能叫tt cut 是不是我们要写通用啊 是不是就叫date 是不是date就可以了 然后呢 那么这个date从哪里来 这个date从哪里来呢 是不是从我们的请求参数中来获取 那ok 这里面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request parameter来获取谁 获取我们请求过程中的一个date 是不是street data 拿到他 然后呢 我们给他传递到这里 保存 然后呢 把这个消息发送出去 是不是要转成 谁啊 map 对不对 转成我们的json map.get value as tree 是不是就把这个message给他 ok 这段能不能看懂 发送消息 登陆成功之后呢 就来发送消息 发送消息 那么ok 现在sso是不是已经就写好了 那ok啊 呃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图啊 这个图 呃 发送消息 现在是已经发送完了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只需要在这个淘淘cut中 来写一个队列来来写我们这个程序来监听这个队列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完成这一块啊 完成这一块 来找到我们的淘淘cut工程 在这个淘淘cut中呢 我们找到一个什么呢 说没有啊 我们来创建一个类 叫什么呢 handle吧 handle 然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把什么呢 呃 我们之前在哪一个里面写过监听呢 是不是在搜索系统中写过啊 找找到搜索 设置在这 我们同样的把它的一些依赖什么都靠过来 呃 RobbitMQ在这 CtrlC 把它关掉 然后呢 找到cut 保存进来 然后呢 一次是把配置文件都靠过来 我们来找一下 RobbitMQ 在这个里面 CtrlV 然后呢 找到Spring 找到RobbitMQ的配置文件 再把它靠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呢 RobbitMQ的配置 加入到Spring容器 OK 把它关掉 这个就搞定了 那么找到RobbitMQ 那么找到RobbitMQ 在这个里面 连接工厂 Admin 下面是不是定义对列 和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对列和我们的一个监听就可以啊 来 找这个对列 它这个对列叫什么呢 陶陶 应该叫S 叫什么cut cut 然后呢 cut cut login吧 可以吧 就是登录之后的一个cut一个操作啊 cut login 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话 它要指信它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指定一个RF 指定我们这个具体处理的一个业务逻辑啊 找谁呢 是不是我们这里面要创建一个类 叫什么类了 叫什么类了 是不是我们就叫 login login cut hander hander 那ok 就它 Ctrl C 我们尻过来 这也改成小写 对吧 还依赖于这个类 然后这里面的方法 执行方法 是不是hander 在这 那ok 走 在这里 我们来写一个方法 public 这里面返回值是什么 有没有返回值 是不是返回空啊 然后呢 我们执行一个hander方法 hander 那么这个里面是不是要接收一个谁啊 接收一个street一个message message 没问题吧 这个message是那个阶层错 发送的一个阶层错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给他加一个注解 叫什么comment 是不是当做一个什么呢 使朋友的一个组件 对吧 一个comment的组件 然后呢 呃 我们来加一个注释 这个类似干嘛的呢 就是什么呢 接收登录 登录后的一个消息 完成什么呢 完成 呃 readis 做readis和数据库的商品数据的一个什么呢 合并 哎 不能叫商品数据啊 应该叫什么呢 购物车数据的一个合并啊 这个类似的就做这个事情了 那ok 这个里面呢 我们来写一个注释 这个其实就是在干嘛呢 接收消息啊 完成合并的一个业务逻辑 哎 业务逻辑 其中这个message 它是不是一个接收到的一个消息内容 消息 消息内容 它的格式是什么样的格式 你这里面要注明清楚 是不是一个大括号 里面不叫什么呢 叫一个userid冒号 比如说1001 可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逗号 再往后再 是不是还有一个data data冒号 是不是括号 叉叉叉叉 可能一些其他内容 没错吧 哎 那么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来看啊 拿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我们最好先来干嘛呢 打印一个日志 static final logo logo 等于 什么呢 logo factory 点 get logo ok ok 拿到这个logo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我们先打一个什么呢 info info信息 我们说过一般要输出这个info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做判断 先看他是否什么呢 启用了info级别 info enable 如果启用的话 怎么办 是不是就开始输出 点什么呢 info info什么呢 接收到消息 消息 内容为 message message 这样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呢 往下面走 我们这里是需要干嘛呢 需要把这个 message 是不是做一个 接受那个解析啊 那么需要定义谁啊 private static final 是不是object 谁 map map 等于 new一个object map 然后拿到这个map之后呢 我们下面是来解析 怎么解析呢 是不是map点rad rad tree 还是rad value 是不是rad tree就可以了吧 是不是拿到个json node就可以 对吧 json node 好 那个message给他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接收到的一个就是谁啊 就是json 什么呢 node json node 等于他 那OK 这里有一场 我们直接抛出吧 简化来讲就直接抛出 哎 这里一个sip 就好 抛出一场 拿到这个json node的时候 拿到这个json node的时候 是不是下面我们可以来获取我们需要的数据了 loan型的谁 loan型的 user id 等于 叫json node Json node d 啊消息我们现在拿到了 接下来是不是该合并了 该如何合并呢 是不是我们需要通过什么呢 通过UID 先去查 还需要先查吗 不需要吧 不需要查吧 为什么呢啊 你看啊在我们这个卡里面 是不是有个service叫做什么呢 是不是叫say我 是不是say我 那么say我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存在数量 是不是就像 像加我们这个namo 如果不存在是不是就加进去啊 他说本身是不是有这个逻辑啊 那OK 是不是我们只需要把这个service注入进来 做哪里 是不是做到这里面 quireit 叫什么呢 cut service 把这cut service注入进来 然后呢 在这里面就可以完成一个数据的一个插入 那接下来我们是 是不是要通过这个cut cut key 是不是要从redis来获取数据啊 那这里面是不是要需要注入谁呢 private redis redis是不是service注入进来 那么OK 接下来你来看什么呢 在redis service 我们需要这个redis service 那你是不是必须要保证当前的环境 有redis这个配置啊 那么OK 来我们来检查一下cut里面有没有redis的配置 有没有 没有吧 那我们把redis 靠过来 在哪里呢 找 obligation contact redis 靠到这个里面 我们来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 这里面 应该 没有问题吧 好 那把它关掉 然后呢 我们 把redis的配置文件也靠过来 把它 靠到这个里面 然后把redis的配置文件呢 再加到sprint容器中 啊 关掉 那OK 现在redis是不是就可用了 好 那接下来完成合并 怎么合并呢 首先是不是要先从redis中 先我们查到这个什么 查到这个数据 对吧 查到这个数据 怎么查呢 是不是我们需要调用redis service 谁啊 是不是hget 那OK 这个key 是不是怎么等到key呢 是不是需要谁啊 需要 呃 我们拿到的这个cardkey 是不是再加一个前缀 啊 再加个前缀 这个前缀呢 怎么写呢 我们到这里直接 来靠一下吧 是不是就叫 cut下滑线 对吧 cut下滑线 他加他 是不是就这样的key啊 拿到他之后呢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就拿到谁啊 是不是拿到一个map 死去 死去 呃 这个就是我们的map OK 你看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开始便利他就可以了 怎么便利呢 我们调用呃 循环他 这里面呢 是gsmap点什么entry 里面给他设置死去死去 entry这个map 点entryset 那OK 这里面是不是还要做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我们那个key 点get key 叫谁啊 应该是 点eq是他 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们找到一个谁呢 找到一个update这个key 是不是他呀 好 那我们指定他 如果他和他相同的话 是不是做什么 continue 对不对 如果他相同的话 就continue 那么不相同的话 就往下走 走到这里的话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他的value 给他干嘛呢 给他反序列化成 谁 反序列化成cut对象 对吧 OK 是不是cut等于 cut等于谁啊 map 点什么呢 z的什么呢 value 是吧 z的value sr一个src 那是不是就是entry 下面点get什么呢 value class 是不是就是cut点class 是不是转成这个这个类型了 对不对 那OK 这个里面 你想啊 在这个cut里面 是不是缺少一个值 叫什么呢 setuserid啊 他是不是没有useid 给他填进去 对吧 给他填进去 然后呢 我们调用谁 z 点什么cut service 点 sr5 sr5 是不是就OK了 那好 那程序执行到这里 保存到数据库 保存数据库 那OK 程序走到这里 接下来 这里该干嘛呢 是不是要删除 对应的这个数据 啊 哎 删除 redis 中的数据 这个他 那么OK啊 删除 然后呢 这里我们要用 this.redis service delete key 就可以了 没错吧 这个delete key就可以了 哎 对不对 为什么不用 那个hashi delete呢 hashi delete 这个是在删除 一个key中的一个field 吧 而这个delete 是不是直接就把整个数据都删掉了 对吧 哎 那么OK啊 这个就是直接掉用delete 就可以了 把它删掉 那么 那么整个过程 是不是就这样就已经就实现了 好 来我们做测试 呃 把我们的 什么呢 把cut 重启 把cut 重启 debug 启动 然后呢 把sso 再启动 sso 也重启 sso 我们也断点 启动 sso 呃 然后呢 前台系统也要 啊 把前台系统呢 也重启 前台系统 重启 好 哎 是不是这几个就OK了 来 我们来测试这个逻辑 看他OK不OK啊 呃 这里面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点点问题 没有处理 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我们那个 交换机和对立的一个绑定还没做 对吧 绑定还没有做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cut 找cut 在这里 你看 他是不是一直是开始在刷新了 是不是一直在监听对立 那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打开谁啊 打开我们的robbitmq 叫什么呢 是不是 robbitmq robbit 点淘淘 我们说没写啊 mq 看一下 这个也没定义 那就直接进入吧 呃端口多少 哎 15672 没错 直接登录了 是吧 那好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交换机 现在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 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啊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我们先要干嘛呢 做一次登录 我们来做一次登录啊 做一次登录 这里呢 我把断点呢 加到哪里呢 加到我们的前台系统中 都来跟踪一下 sso也加一下 前台系统也加一下 呃 断点我们加到这个登录这个里面 我们再来一个什么呢 呃 前台系统呢 也有一个登录 叫在user controller里面 那ok 断点加到这个位置 张三 张三腰吧 张三腰 好 你看啊 看断点 这个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cutkey 是不是已经拿到uk了 好 直接通过 走 断点是不是来到哪里呢 你看一下啊 断点当前是来到了sso 没问题吧 sso 我们看sso接收到数据没有 data 和这个password 还有这个uuname 是不是已经都接收到了 好 那往下面走 登录 密码是不是相同的 相同到这里是不是登录成功了 看一下在这value 没错吧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要返回这个数据 好 那走 把它写到cookie中 ok pult往后走 到这里是不是就开始发送我们的消息了 发送 哎 ok 发送出去了吧 通过 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已经超时了 对吧 不用管它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交换 叫淘淘sslogin 那ok 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对立给它绑定过来 来找哪个对立 是不是淘淘卡的login 在这吧 来我们把这个对立靠一下 Ctrl C 靠一下 我们到这个ssologin这个里面 来给它做一个绑定 绑定是不是 to q 这个里面 他 然后呢 lotingkey有没有 lotingkey有没有 没有吧 那么直接是不是做绑定就可以了 绑定 现在呢 到这个里面来点开看一下 叫 卡的login 你看是已经绑定起来了 那么ok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干嘛呢 有没法退出是不是 刷新一下 呃 哎 好像登录就没成功 对不对 那就正好 我们继续在测试 对吧 哎 f8通过 通过 ok 到这里 你看啊 是不是已经接收到消息了 你看字不打印的这句话了 当前系统注意啊 在是不是在淘导卡 消息是不是已经获取到了 那ok 往下面走 read3 解析 走 说错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啊 啊 这个方法做错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date是不是拿错了 叫 date 好像刚刚哪句出错的呢 我们先通过 通过他优惠的过来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走 走 这里面是不是没有他吧 谁啊 是不是date呀 对不对 这里面是date 不是那个什么呢 card key啊 搞明白啊 刚刚我们这块写错了 走 场天柳 走 嗯 来看一下 是不是拿到这个card key了 拿到他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走 你看 是不是来查询我们的这个redis redis里面现在有几条数据呢 有一条吧 上午之后被删掉一条 对吧 那好 走 他是update continue 往下面走 在这里 找 是不是找到这card了 card来看一下他的一些数据 应该是ok 什么create id id是不是none 嗯 应该基本上ok吧 好 走 c5 我们f5跟进去 我们啊 这样跟不好 跟 我们最好跟到这个里面 因为他是有代理 我们把断点叫夹到这 f8通过 这里面的f6 下一步走 card date 你看他找到没有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 说明这个数据库里面是没有这条数据的 然后呢 我们就要继续往下走 这样是就保存进去了 保存进去 来 我们数据库查看一下 刷新 嗯 没保存进来吗 看一下啊 total f650 在这里 insert 呃 iPhone4s 这里面有没有这个iPhone4s 呃 我记得刚刚之前就是了吗 现在好像没插进来 没插进来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 他是把数据插到哪里去了 我们就看一下 呃 淘淘0510 tpcard 还没插入进来 哦 知道 现在事务是不是还没提交呀 事务是不是还没提交呀 哎 OK 还没提交 来到这里 OK 呃 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断点位置啊 到这里 断点加到这里来 通过 那看 这时候事务是不是就提交了 那刷新一下 是不来了 哎 你看 我们的iPhone4s 呃 是不是就刚刚的是这条数据吧 你看插入时间是 哎 啊 是这个 这个 你看插入时间是6月10号 今天的对吧 那没问题 那OK 我们做delete 走 delete 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库 来看一下REDIES库里面 看三 清空掉了没有 叫什么呢 K字清 你看没了吧 那个是不是被删除掉了 那个是不是被删除掉了 走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合并的 然后呢 我们到什么呢 我们到我们的购物车去看一下 是不是三条数据啊 这个时候他查询是查询的哪里 数据库 对吧 哎 现在是不是就查询数据库了 你看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并的一个操作 你看我们整个合并的一个操作开发是不是就参考这个图来了 所以你们做之前先把这个图先画出来 然后参考这个图一步一步做 是不是就做完了 那OK啊 来接下来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整个实现 第一步我们实现什么呢 是不是实现这个传递啊 传递什么呢 是不是在我们的前台系统中登录时 登录时传递 传递谁啊 是不是个TT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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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传递过去 怎么传递呢 我们来打开我们代码来看一下 找到前台系统 找到 什么优的控制了 这个是web 是不是在这里啊 把它获取到 你看啊 这个里面呢 我们获取到的是谁呢 获取到是不是这个cookie里面的值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cookie的值呢 给它传递过去 给它传递过去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调用谁啊 调用sso的接口 是不是就提交了一个负物表达中啊 加了一个叫date 添加了一个date 添加了一个date 它这里我们添加了一个date一个参数 是不是最终这个date会提交到哪里去呢 是不是提交到这个借口中 是不是对吧 post提交到这里 然后呢 这个里面是不是就有了这个date了 好 这就是我们完成的什么呢 第一步 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步 那ok 你再看什么啊 再一步 是不是我们有了这个数据了 那接下来 你往下面再看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写这个登录成功的这个逻辑啊 那ok 现在什么呢 现在也要写什么呢 在 在sso系统中接收什么呢 data参数 并且什么呢 登录成功后发送消息 登录成功后发送消息 来看一下 在sso系统中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找 找到sso 哎 是不是就是这样来写的 嗯 我还是接的多一点吧 要不然是不是看不出来 这样有点结不全 嗯 那ok吧 接这个过程 大家应该就能看懂了 前面的这一堆过程 是不是都是在登录的过程 登录成功到这里 是开始发送消息 这里面你要注意 这个data 这个data是谁提交过来的 这个data是不是我们在登录 登录时前台系统提交 过来的 ok 是不是这样的逻辑啊 拿到他最后呢 干嘛呢 发送消息 发送消息 发送消息到哪里呢 到我们的淘淘 淘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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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SSO-login 交换机 就把消息发送到这里啊 那么ok把它发送了这 然后呢 我们这里是要完成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完成一个 最后我们来说这个绑定 他发送交换机 他的事是不是就做完了 这是他的事就做完了 然后呢 我们最好把这个呢 给大家再来解一下吧 把这个SSO里面的这个配置 这个呢是一个RobitMQ的一个配置 以后呢 大家看代码就方便 RobitMQ的一个什么呢 配置 MQ 配置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看啊 继续看我们前面这个图 前面看这个图 这个时候消息是不是已经发出来了 发到这里 那接下来是不是在我们淘导Cart里面 来做监听就可以 好 在哪里啊 淘导 到Cart中监听 监听对列消息 并且完成 什么呢 完成数据的一个合并 来找到Cart Cart空中在这 我们先看RobitMQ RobitMQ 这是它的一个配置 这里面你看 它监听的一个类是谁 是不是Login Cart Cart 监听 监听的对列呢 是它 这里面配置主要配置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是主要配置对列的什么呢 监听 对列的监听 然后呢 下面呢 实现 处理逻辑 处理逻辑 具体逻辑呢 是在这个Handle里面来处理 那 OK 具体逻辑在这 这里 OK 最后一步 是不是要完成什么呢 完成对列和交换 机的一个什么呢 绑定 绑定 绑定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 找到交换机 找到这个Login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绑定关系 绑定到对列中 它是一样的 那就不截图了 都一样 这个就代表 是不是我们这个交换机 是不是绑定到这里来了 当前的这个this this is q 一个圈子 对吧 一个圈子来绑定到这个q上面 OK 整个过程 是不是就出现了 这边 这边 派行 这边 这个 里面